昨天因为是礼拜天 有超过6000人抢先上山 写下了八八风灾发生之后 单日游客最多的记录 但是因为游览车到现在 还是不能直接通行到森林游乐区 大部分的旅客都是来赏了花就走 住房率只有不到三成 旅馆跟民宿业者是空欢喜一场 阳光下即也迎盛开了白花透着粉红 美艳模样让专程来赏花的民众 按快门的手迟迟停不下来 八八风灾以来 这是阿里山头一回涌入这么多游客 当然会比较高兴一点 心情就比较好 不然这么久没有看到人 已经回升到50% 所以说整个游客量渐渐的回温 这两天因为涌化已经也都渐渐开了 昨天差不多也接近7000的游客 进入森林游乐区 游客回流达到五成 山上萧条半年的观光产业重现生机 不过商店业者开心招待客人 旅馆的住房率却没有明显起色 因为游客量多它有的些它是一日游啊 周六就是周六当天来讲话大概七八成 那平常的话大概差不多三四成左右 生意好一点的旅馆平均住房率有三到四成 但长期和旅行社合作的旅馆反而是不到一成 因为阿里山公路迟迟无法开放大巴士通行到森林游乐区 团体旅游几乎都不上山 尤其是陆客团 转成中型巴士的不便利 让游客宁愿在山脚下走马看花 也不上山赏樱花 虽然樱花季活动已经提前到15号开跑 希望早一点吸引游客回流 但看来要回复阿里山昔日光景 没有提升街坡的便利性和优惠价格 光靠樱花的魅力还是不够 记者玩就是孟老权嘉义报道